海鮮一直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尤其是在进入冬陵时候 墨尔本的气温骤降 很多食客涌入Bosco营业的含料店中 喂的就是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招牌海鲜汤 Bosco深知食材就是餐饮竞争的核心 因此他通过反复衡量品质和价格 选定了合适的海鲜进货渠道 我们大部分的原材料都会采用 本地市场的海鲜 比如说虾 鱿鱼 八爪鱼 这些我们都会尽量用本地的市场 但是有些小的东西 比如说小的baby octopus 或者是炒饭虾 可能会相当来说会用外地的材料 比如说越南或者中国的原材料 但目前只有商家了解 自家海鲜食材的产地 消费者们却对此无从知晓 因此联邦政府计划 推出一项新的改革方案 要求所有的餐馆 酒店 在菜单中备注海鲜原产锅 2018年实施的新版 原产地食品商标法规定 所有在超市等零售场所内 销售的海鲜产品 都必须贴上原产地标签 而联邦政府希望餐饮业 能跟进这一做法 宁易的新规 欲将海鲜细分为澳洲原产 海外进口和混合产地三大类 然后再进行详细的生产地标注 以便让消费者更清晰地选择 合口食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然后首先来说 对我们当地的一些海鲜 有更好的了解 其次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国际的海鲜 或者是当地的海鲜 对于消费者 我觉得还是会更偏向于 当地的海鲜吧 毕竟会相对来说 更新鲜一些 餐饮业主们则认为 标注海鲜原产地 会给经营增添额外压力 因为在我们做菜单 或者是我们做餐厅的业者来说 我们的菜单是一早印好的 或者是都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根据我们的原则料 不断地去改变我们的菜单 此外外卖餐饮平台表示 若政府强制实施新规 将会联合商家 对APP上的菜单 做出灵活调整 因为货源可能它不一定会是 长期就是只在同一个地方 如果后期政府有这样子相应的需求 我们可能也需要去添加一些词条 包括比如说如果需要去展示 产地这些的话 据统计 目前澳洲人食用的海鲜中 约有70%来自于海外进口 海产食品协会认为 这严重影响到了国内渔民的利益 但有餐饮业主却表示 造成澳大利亚海鲜 依赖进口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很多渔民根本不愿意 将海鲜销往本地市场 海外的市场的需求 有时候比较大 所以大部分很多本地的海鲜 都会出口到亚洲地区优先 因为价钱比较好 当然从商家的角度来说 肯定会卖进行比较高的 目前该项提案 仍处于公开讨论 意见真群阶段 政府希望尽最大努力 平安好渔民 酒店餐饮业者 以及消费时刻等各方利益